今天是4月9号,也是往生灾民的头期 花莲人正为在正灾中丧失声明的乡亲举行追到法会的时候 民进党却用假急动员进行突袭式的表决 企图用人数的优势让尚未进入复委的案子提早复委会审查 这是标准的趁人之危,趁虚而入 跟赖清德长期所强调的要期待朝野对话 事实上是背道而驰 今天早上在议场表决复议案的时候 其实好几位国民党的委员也在现场 为什么他们不敢参与表决 为什么他们不敢表态 挺自己党籍委员所提出来的复议案 我想这些委员都心知肚明 这些不合理的复议案 是图了什么自己的利益 是为了什么不当的目的 正在勘灾中 那国民党党团来临时通知我 这个民进党它有假急动员 那我非常的诧异 因为我本来看民进党假急动员 是否有一些福国立民的政策 结果没有想到是帮行政院会来护航 来对立法委员来表达职权 来做这些预算案的冻结案 来进行 等一下再进行假急动员来表决 我个人认为 这是希望民进党党团 可以不要强度关山 悬崖热马 针对张智伦委员提的复议案 有意义 有意义我们进行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现在宣告表决结果 出席42人 赞成0人 反对41人 弃权1人 赞成者少数 决议复议案不通过 本案报告事项 各案军造原作决定通过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